好了 我们的描线好了 如果就是觉得阴影部分好 或者是有些地方错 然后描线描的好了 你可以把它擦掉 我只要感觉它的阴影那么不好 你可以把它擦掉 重新用铅笔或者水笔 把它打上阴影 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最好用铅笔 轻轻的描一下 或者画一下它的阴影 这样子它那个看出来的阴影度效果率更高 好 好了 阴影部分完成 哦我还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画它的眼睛 眼睛首先它有它的眼白 必须得有眼白 要不然如果整个晚上整个都涂黑的话 那就很难看 就不知道它在往哪里看呢 好了 眼睛已经换好了 看起来更加生动了 那现在我们就涂色了 那现在我们就涂色了 那我们就开始 啊 我比较建议涂上它这种类似的衣服 大概是褐色或者棕色或者灰色 这个就是褐色 这个颜色我还建议大家用 因为这个还挺好看的 嗯 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它的肤色了 肤色的话 我建议大家用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或这个颜色 如果我选择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颜色它更加的粉 更加的肉色的感觉 所以我选择这个颜色 其余两个颜色 就可以涂上更深的皮肤颜色 记得 不要把这个颜色整个都给涂上去 整个都给涂上去的话 它就很难看 就会感觉 它这个好像深浅度 都没有那个光照进来的感觉 而且阴影部分 我们也要涂 因为只要涂上这个 就感觉 这个好像就是颜色 变得更深了一点 因为那边是没有光照着的 好了 肤色差不多涂完了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开始来 画它的 帽子或者眼睛它那个颜色 帽子 帽子的话 它也是有深浅度的 所以我们要一层一层 用颜色盖上去 首先我先用这个137号的马克颜色 然后接下来 用28这个色号给浅的地方涂上颜色 就是亮光照过来的这个地方 涂上颜色 如果你觉得那太麻烦 可以整个都涂上去 然后 我们用这个颜色 给那个光的地方提 提鲜明一些 好 那自己就好了 接下来 我们开始画它的 就是它的 腮红颜色 腮红颜色就很难调颜色 必须得有它那个 注定的那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 145这个色号 挺好用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17色号 就挺好的 因为 它们有个深浅度 就过滤度 尤其是这个有两个 两个小小小树杠的时候 它这里就必须得把颜色 弄得深一点 因为那是皮肤嘛 皮肤它是软的 它会自动显出的 那个深深的样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 颜色 然后再加上这个 我强烈强调 一定要用这两个颜色 接下来我们换它的嘴巴的颜色 嘴巴的颜色 自己也可以弄 就弄个颜色 在嘴唇 这边涂就好了 比如说上面涂 上面涂的话 它就会感觉是个 就是 我不知道 又如何用词来形容 反正就是很难看 很不好 有点不大完美的那种 然后 然后 你可以捷嘛 就有 你想用的颜色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读它这个衣领 衣服这个衣领的颜色 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随便选 对了忘记用这个颜色了 给它提深度一点 这样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嗯 嗯 嗯 接下来剩下的就自己大家发挥想象 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嗯 嗯 接下来到裙子这里的裙子这边 我真的是 不知 不知如何形容怎样涂 但是 有很好的技巧 可以把它 弄得很好看 首先呢 首先呢 再调完这边弄点淡一点的颜色 然后 然后之后 再有阴影的地方 涂这个 这个你想要的这个颜色 就它淡淡的那种粉色 不是整个都涂上去 整个涂上去就感觉 没有什么立体感 或者感觉它不是那种白粉白粉的感觉 好 然后你可以 可以加一点装饰 装饰 这个东西 就发挥自我想象就可以了 也不用 有什么 要很细腻 一根线一根线 一根线一根线画 其实这不用 完全不用 你就画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就好了 那不能整个都给涂上去 整个涂上去就会有点 眼花缭乱 就会不会显出它那个漂亮的感觉了 就会不会显出它那个漂亮的感觉了 还有皮肤深的那些有大 非常非常深的阴影的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画上去 好了 拿到袜子 袜子的话 如果你想用白袜子的话 你就直接用灰色 给它的边上 画 然后 然后 如果家里有这个 马克比林色号的话 可以给它加的 就比较融合 好像不是两个两个颜色 好 这样也看起来更立体了一点 好 给它画上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就是 袜子的条纹色 如果感觉有点 脱离你这个色号的话 就可以加上 你之前用的那些 感觉比较偏你那个颜色 更深一点的颜色 把它盖上 就可以看到 它们就很配合的感觉 这个就是一套装装那种感觉 接下来我们画 鞋子 鞋子就自己画它那个 记得一定要画它 那下面 它折腾那边 必须得有阴影 没阴影的话 就感觉整个好像就是这个纸面 一点也不立体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加上 好 还有这里 这里忘记画了 那我们就给它加上去 好了 再看看自己有没有缺什么 或者 你想加些装饰 或者你可以画 画一些新型装饰 就可以把它弄得更好看一点 但我自己不喜欢 把脸上画成像是这样的 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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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会很好看 我还是不喜欢